第二运会开幕还有十来天的时间,各个项目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中,此前,中国南篮争冠对手菲律宾南篮宣布退出亚运会,当时很是令中国球迷开心,因为这样南篮争冠又少了个对手,姚明带队的南篮红队夺冠击率又增加了几分,而现在又有消息传来, 另一大球,足球的劲敌少了一个,今天,伊拉克职业球员等专业足球媒体在推特发布消息,趁伊拉克U23国奥队将退出亚运会,伊拉克队之所以退出亚运会,原因在于年龄造假,这并非是说原本打算参加亚运会的U23国奥队年龄造假,而是和另一支队伍有关,就在前天,伊拉克U16国家队在机场, 等待登上附约带参加西亚U16锦标赛的飞机,结果被机场人员发现9人的护照年龄有问题,当时便没收了他们的护照,最终U16队选择退出这次锦标赛,该队的教练组已经为立刻解职,伊拉克足协期望可以对各年龄组进行彻查,同时担心U23国奥队也有年龄造假的问题, 但如今时间过于紧迫,因此做出了退出2018亚加达亚运会的决定,伊拉克队的退赛得到确认,那么国族所在的C组剩下的只有中国,东地文,去利亚三支球队,这对于国族显然是一件好事,要知道,伊拉克可是国族的苦主。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预选赛,国族都是被伊拉克所淘汰,2011年甚至实现了对国族的双杀,所以,能够避开苦主伊拉克,对于国族来说,肯定是好事,族协地利皮团队定下的亚运会目标就是拿奖牌,那么伊拉克退赛,C组是不是就真的只有三支队伍呢? 这可不一定,因为巴勒斯坦队和阿联酋队的晚报名,导致目前A组和E组都是五支队伍,如果C组只有三支队的话,很可能会将其中一支队抽掉过来。